各位大家好,過去這二十多個小時 大家都在討論金正恩到底是死是活 這個問題全世界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沒有一個準確的信息 因為朝鮮是世界上最封閉的一個國家 完全閉關鎖國的,那就像一個大黑洞一樣 哪怕是最厲害的頂尖的情報人員 也沒有辦法從那個黑洞當中拿到什麼準確的信息 只有一個政權 金正恩是必須得對他開放的,那就是中共 因為中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是過去幾十年一直在豢養朝鮮的金家王朝的 他們所需要的重要的戰略物資 都是由中共提供給他們的 所以他必須得開半扇門給中共 中共在朝鮮的人員據說有兩三千之多 而且這些人都是負有收集情報的使命的 而且中共也極有可能在朝鮮的官場裡面有很多的暗裝 畢竟在那經營了好幾十年了 有這些暗裝他就了解朝鮮內部所發生的重大的事情 而且他了解了這些重大事情之後 他就一定會有所表現 如果朝鮮有重大的異動發生 中共一定會有反應 那麼只要了解中共的他們的示威方式 他們的行為方式的 那麼就可以通過他們的這些反應了解 朝鮮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大事了 那在金正恩的這個生死這件事情上面 中共也有一些異常的表現 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一看 到底金正恩現在是死是活 中共的這個媒體過去這幾天 現在有一點反常 關於金正恩的這個消息方面有些反常 金正恩本來是從4月11號就已經沒有露面了 但是中共的這個新浪網還有其他的一些媒體 居然在4月20號就公布了一條假消息 說是金正恩親自向古巴國家主席某某某 祝賀他60歲的生日 明顯的是個假消息 因為這條消息他們沒有圖像 沒有視頻出來做佐證 就是文字,文字是特別容易編的,這是一條 另外一條假消息就是 4月21號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網 還有新京報還有其他的一些媒體 同時刊登了一個消息 說是當天金正恩向兩個朝鮮的 對國家有功之人進行表彰 同時祝賀他們80歲的生日 兩天都是同樣的這個宣傳的套路 都是操作業,都是傳播假消息 這就有一點欲蓋彌彰的味道 這就是說明金正恩他確實是出了問題了 不出問題,中共不需要幹這樣的一些舉動 而且這個假消息發布出來之後 還不讓人評論 就說只讓政府中共來帶風向 絕對不讓民間的這些人士來給你攪渾水 所以有一個國內的朋友,民運的朋友 就想在裡面發一條消息 在這個底下發一個評論說 金正恩已經病危了,外電的已經報導了 但是馬上就受到了警告了 根本不讓他發這條消息 以往是他可以發消息 然後網警就來刪帖 嚴重的時候就有人來找他 約談,警告他 但是這一次根本不讓他發這個消息 說你先把你的身份證號碼提供出來 才讓你發布消息 當然這個朋友不會提供身份證號碼 所以他就沒有能夠發 這也就是說明現在關於這條消息的 防範的級別已經提高了 說明這是一個重大的事情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舉動 就是中共軍方的舉動 在美國時間的4月15號,中國的4月16號 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一個消息說 中共又在新疆進行了一次核事報 這是過去40年以來頭一次 過去40年新疆的核實驗基地 一直保存著一直在運作的 但是他們沒有事報 突然在這一天,4月16號這一天 進行事報了,為什麼呢? 這一天在朝鮮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4月15號是朝鮮的太陽節 是金日成的生日 這是朝鮮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節日 以往每年的這個節日 金正恩都是要親自參與的 但是這一次他沒有出席 連露面都沒有 那麼這就是說明他可能出問題了 中共就是擔心了美國知道了這個之後 他覺得自己手上又少了一張牌 所以他馬上要用另外一張牌來威懾美國 過去中共是把朝鮮作為一個 他威懾美國的這樣的一個小核武器在用的 現在金正恩出問題了 朝鮮政局可能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夠穩定下來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得心應手的 運用朝鮮來恐嚇美國了 他就必須得拿出另外一張牌來告訴美國說 我自己也可以進行核試驗的 我自己也可以進行對你進行核打擊的 但是這就是因為他感覺朝鮮內部已經不穩定了 已經出事了 說不定金正恩已經死了 至少也是重病了 所以從這兩個消息就可以看出來 朝鮮確實是出了大事 金正恩確實是有大麻煩了 不是病危就是已經死亡了 那麼再來說一說 這件事情對於中國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如果是放在三四年之前 可能會對中國、對中美關係 對世界格局會有重大的影響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和全世界 都對金正恩、對朝鮮太重視了 他們認為朝鮮是可以影響世界格局的 影響中國和全世界關係的 尤其是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自從川普上台了之後 我認為朝鮮的重要性已經大為降低了 不是說完全沒有了,但是已經大為降低了 因為川普和中共之間 它已經沒有什麼緩衝地帶了 它已經之間沒有任何障礙了 它們要有衝突,那就是直接的衝突 現在中共和美國如果是發生武力衝突的話 一定是在南海或者是在台海 這兩個地區朝鮮根本都插不上手 而且中共也沒有辦法真正的運用朝鮮 來做一個核打擊的、核恐嚇的一個力量 因為川普還有他的國防部長 埃斯普都已經跟朝鮮已經說明了 你要就把你的,要想要我們對你解除禁運、解除制裁 就把你的核武器全部銷毀了,而且讓人來檢查 如果是你進行核威懾和恐嚇你冒險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對你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要把你徹底毀滅,不管你背後的中共怎麼樣 這樣稱你美國和他的盟國對於朝鮮進行毀滅性打擊的時候 中共和俄國也都是不敢動的 美國要運用他的軍事力量,佔絕對優勢的力量 這個時候朝鮮實際上已經不敢動了 所以說他不敢動的時候,中共就拿他沒有辦法了 過去中共是把他當作是一條咬人的狗 經常到這個村子裡面去轉一圈 在美國面前、在日本面前來吼兩聲 讓美國和其他的國家不敢對於中共動手 是這麼一個關係,他是作為中共的狗 那一般的人他就有這麼一個錯誤的反應 你看見一個流氓牽著一個狗過來了 那麼你的全部的精力都注意在這個狗上面 你覺得這個狗就是你和流氓之間的 這樣一個不可預約的屏障 但是川普上台了,這個新的政府改變了這個思路 我要打的話我不需要先打你這個狗 我只需要先打你這個主人 你用你這個狗來威懾我,我就直接威脅你這個主人 那你這個狗不就是沒用了嘛,是不是? 現在就是這種狀況,美國要是想威懾中共的話 直接到南海或者是到台海這樣去跟中共去對抗 就把朝鮮給繞過去了 所以說朝鮮現在的重要性對於中國 並不是有很大的重要性 當然他對朝鮮人民,金正恩這個生死對朝鮮人民 那是非常重要的,他一使我相信 朝鮮內部會有權力之爭 那麼這個權力之爭搞得不好 就會導致整個王朝的崩潰 這是有可能的,這是我們希望它發生的 但是無論它走向哪一個方向 對於中國的政局已經影響不大了 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夠站立得住 能不能夠挨過這一關 那麼就要看它能不能夠跟美國 能夠把關係緩和下來 能不能夠壓制住國內的這些正在急劇增長的 老百姓的不滿以及體制內的大量的這種 對於習近平不滿的人所策劃的這些行動 能不能把所有的各方面的矛盾全部壓制住 跟北韓的關係已經不大了 所以說大家不需要對金正恩的這件事情太過在意 把它當作一個國際政治裡面的一個娛樂性的項目就好了 這個人確實特別有娛樂性 它的那個長相就已經給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歡樂 那麼大家盡情的利用它來做一下調劑生活的 讓大家笑一笑的十年少的這樣的一個道具 這就好了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